公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趁著昨天東智團圓是回房 故鄉嘉義 而在民進黨地方勢力前審次議員 黃文豐還有太太 竟然也到場來替侯友宜站台 黃文豐她又說 這侯友宜是她的同學 也是老鄰居 所以要站出來鄉庭 那至於民進黨要怎麼處理 他們都尊重 地溫也擋不住 鄉親熱情 侯友宜第十度回房 故鄉嘉義 懸在東智更有團圓意義 麥麗喊人親土親 出身僕子的侯友宜回到出身地 站在一旁的竟然是 民進黨前審次議員黃文豐 和當過現黨部主委的太太 黃麗珍 不只同臺還換上侯友宜 競選背心助陣 但是我親戚中的人 怕中的路 他是我國小國中 還有我是鄰居的同學 正在是一世的 做人是應該我來的 所以我是絕對這道路是 無論如何絕對要站出來 收聽 我尊重民進黨的決定 他怎樣處理我都 我們夫妻都尊重他 太太和女兒已經被民進黨停權 黃文豐夫妻 這回又站上第一線 綠營地方勢力倒戈 替侯晉營注入強心針 總黨選情 探開ETtoday最新調查 侯康貝支持度 已經來到百分之三十四點八 離第一名淚肖配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 只差一點四個百分點 柯營配二十點七% 也被狠狠 甩在後面 換參考沒力道滾動式民調 也雷同 淚肖配三十七點三% 侯康貝三十三點四%緊追 柯營配二字頭十手 只剩下十七點七個百分點 紅油營陸陣進入車掃階段 拔樁南臺灣 利品選情逆轉 繼續朝天藍金髮 街坊報導